提醒大家 外出一定要記得戴上口罩 因為還是有少數的民眾不遵守規定 在高雄左營就有民眾到公園運動的時候 沒有戴口罩 被勸導還惡言相向 另外在前鎮漁港 有漁工因為船上沒有淡水可以洗澡 他就下船上店家來借水 戶外洗澡的時候 因為沒有戴口罩被開罰了 高雄的左營國貿社區 一名男子二十六號晚上 在公園內使用運動器材 但仔細一看 他竟然沒戴口罩 民眾上前勸導時一度還不聽勸 辱罵民眾 聽到民眾報警後 才戴上口罩 警察還沒到場前就先跑了 民眾刻意違規不戴口罩 難逃挨罰命運 另外在高雄前鎮漁港 因公測淋浴間有限 上週六有幾個外籍移工到港區周邊 向店家借水在戶外洗澡 當時在對面等洗澡的移工都有戴口罩 但正在洗澡的兩名移工 就因沒戴口罩被當場舉發 借水店家為移工說話表示 因船上沒淡水 他們才只好借水在戶外洗澡 遺規事件平傳讓高市衛生局強調三級警戒不分國籍 不管是本地或是外國人 那如果在高雄市的轄內 有未戴口罩外出的情形 那這個又有群聚的事實 那這個部分呢 很容易造成防疫上面的一個緊張跟壓力 衛生局表示 外籍移工若要在戶外灌洗 只有洗臉刷牙時才能把口罩拿下來 洗完後也必須馬上戴上 以免挨罰 記者陳煥宇 許正俊 陳顯坤 高雄報導